Inpress 物件操作1 在前面的单元我们常常提到物件这两个字 那什么是物件呢 我们有用过绘图工具列 这个文字制作出来的文字物件 也用过自行美工画廊 制作过美工自行的物件 还有上个单元我们有提到过 如何插入图片这个图片物件 那有哪一些基本的物件操作呢 当我们选择一个物件的时候 您可以按下滑鼠的右键 你会发现跑出一个功能表出来 那这个功能表的操作 您可以在工具列找到 或者在右侧栏的属性上可以找到 所以当你不想离开编辑区的时候 多按滑鼠的右键 你可以叫出功能表 那哪些基本操作我们要先认识呢 第一个 目前你选择的是中间的文字部分 怎么样正确的选择到这个文字框物件呢 我们点选当游标形成四个箭头的时候 我们点选这个框 你可以看到控制点出现了 这个时候表示您在选择的是文字框 我们按下滑鼠的右键 你会发现功能表出来了 注意看到这个时候的功能表 和你选择中间的文字部分的功能表 是不一样的 表示您在操作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每公字型物件一样 可以看到控制点 我们可以按滑鼠的右键 把功能表叫出来 图片也是一样 功能表它多了这个图形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操作呢 我们可以做 拉控制点做放大缩小的动作 如果您在放大缩小按着Shift键 就是往上箭头 可以控制它的比例 不会跑掉 那这个是文字框 我拉大了 但是文字物件本身是没有做变化的 再看一下每公字型物件 我们一样操作放大缩小 你可以移动一下滑鼠 看看有什么效果出现 一样按着Shift键 可以控制它的比例放大 这个图片的控制点是绿色的 我们一样放大 这样会是变形的 我们按着Shift键 移动才不会变形 好那移动物件怎么操作呢 当你点选一个物件 发现有四个箭头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移动了 好这个也是一样 可以做移动 好那文字物件部分 记得你目前点选的是操作文字部分 我们要改成选文字框物件 好这个时候你要移动的时候 必须在框的部分按着移动 好这是有关于文字物件 还有每公字型物件 还有图形物件的操作 再来还有它的什么功能呢 当我们点了两次之后 点的第一次是蓝色的 再点一次 你会发现它的控制点变成红色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旋转 好我们这样子是变得比较活泼一点 那这个中心点是在旋转的中心点 例如我拉这个旋转的时候 它就以这个为中心做旋转 好看一下效果 好就好像这边有张 有个图钉定住了一样 好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找看看它的中心点在哪边 我们先重新载入 好点了一次 是蓝色的控制点 再点一次 红色控制点 好这是旋转中心 好你可以做旋转效果 好这也是一样 好如果我不改变旋转的中心 这是旋转 好这是基本的物件的操作 好先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